为什么没有害人呢 可是 可是不是我们什么头部找地呢 没有害人 真相是什么呢 最后这两个人被三审定验 但定验之后 才是问题的开始 反复呢喃我没有害人 一点失措的王岐正 与好友洪世伟 因为2002年的一场嘴瞧命案 猛兽4500天的牢狱之苦 缠送19年的委屈苦楚 及家庭裂痕 浓缩成了两个小时的纪录片彼案 纪录片导演是奥伦斐17年 让大众直击冤狱背后的血与蕾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拍摄相关题材 说起接触冤狱案件的契机 其实是个偶然 一直到2014年 冤狱平凡协会 台湾冤狱平凡协会 他们是一个蛮年轻的组织 那他们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案子 就是他们的受缘者叫陈龙琪 他们案子才刚开始开启再生 然后有可能频繁 就机会很大 他们评估机会很大 所以他们就想说 应该从这个时候 就开始找纪录片导演进来 就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司法是绝对有冤案的存在 这是人在审理不可能绝对没错的 可是台湾就缺少这个冤案的研究 开启再生对于一个冤案救援来说 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刹那 开启再生代表对龙琪他的案子是 可以重新来过 我没观察到的事情 其实是有人用他的摄影机 把我们看到 彼岸温柔且真诚的叙事手法 旅获各界肯定 于2011年入围韩国府山营战 童年在台北金马营战放映 并入围今年5月的台湾国际纪录片营战 薛伦其实不喜欢看电影 对他而言剧情浮夸特效胜利的 好莱坞商业片 只是进花水月并不真实 直到进入政治大学广电系就读后 才认识到原来电影并非只有一种类型 我那时候是广电中心 对那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政大广电中心 我有一个片库 小小的片库 里面就会有一些录影带跟一些DVD 插了的时候 每次就抽了一个片子 上面叫做 片名叫做 陈才根的林医 是录影带 那个影片好像不像电影 但是就是 呃 就是他拍的好 像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会遇到的人 后来就知道原来这个叫纪录片 学生时期的石油轮自觉生命经验平淡 因此大学毕业后 选择进入南一大影像纪录研究所 希望在纪录的过程中 丰富自己的生命经验 即便身边出现反对的声音 他仍坚持投入纪录片领域 就是说你从表面看就是我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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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啊对就是一个正常的然后也有女朋友啊然后妈妈健赛啊然后家庭小康啊等等 可是我自己知道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空啊我觉得自己很空啊 那时候女朋友讲他要演你刚好没事去拍性侵犯的纪录片 因为他觉得他觉得为什么不去拍一些比较正面积极快乐 运动题材啦或者是或者是一些比较娱乐性高一点的片子啊 然后我就觉得纪录片为什么啊 不就是刚好相反想法是相反的就是纪录片干嘛拍那个那个有什么好拍的就是 但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会被那种贴在感就是感兴趣啊 在拍摄人日纪录片的日子里是要面对许多的情绪 十二轮也曾陷入愧疚与挣扎 就是我在做第一支片子成龙琪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那时候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拍到第二年我其实拍的很愧疚 愧疚是因为我觉得好像一直在挖人藏法 可是却没有办法给他帮助 就是他要一直重复讲那些伤痛的经验 每次一跟我讲他就要重新落入那个深渊一次这样 有的人他跟这几个朋友其实大家关系都蛮好的 他应该要有很大海般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包容嘛 或者是说他是可以有点距离的去看待这个人经历的所有事情 一方面也维持着一个冷静 宽心的在看待这些事情 看待不管播回也好 或是如何 那我觉得这样子很稳定的陪伴本身是很重要的 所以3月26号宣判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判 好不好 那希望能够听到好消息 有一次我 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不是拍摄就是我就打给他 我就打给他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他就安慰我 他说不关系啊佑伦 就是本来就说要给你们拍了 如果我的故事能因为这样子 就是可以帮助到别人或别的安置 我觉得没有关系啊 你不要再说了 就是有时候毒药也是解药 就是说 所以他有些事情还是得去面对他 才有可能去放下一些东西 真诚的对待被设者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作品 是有了毫无保留的投入纪录片创作 甚至不惜揭开自己的窗疤 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某一个老师 他比较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拍别人 你要先把自己的窗疤挖干净 我在难以最终于休学前的这个作品是 拍我跟前女友分手的东西就对了 然后你要背心就要接自己的窗疤 所以有人看完的时候就说 我就是 就是 就是你的片子真的比你还诚恳 我就说 就是啊 因为我没有什么保留 即便在面对那种俗诚的 我也是 尽可能的去 呈现他 十六人曾说 纪录片导演是没有幕后花絮的 他们为人记录真实的一面 排下当时代社会的缩影 拍摄结束后 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在电视上看到 可能希望我的报导可以帮助他儿子吧 我跟他解释我拍的是纪录片 大概没办法在新闻上播出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就没有再多问什么 好 好 太棒了